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TEO 大家好 我是你们市场分析员小桃 我也来了 那这一个星期六美联储的英王波拉 那他接受了一个采访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波拉的话还是不是那么银牌 哇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 那高盛他们又出来说话 高盛说现在标普500仍然是比较贵 那但是整个市场里面 他们找到了一些投资标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高盛的话 到底要在搞什么样子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两个技术指标 看一下现在散户的一个情绪面 和现在机构的一个情绪面 主要是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做空仓位 好吧 那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下你们清醒的赞 那么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下星期要发财报的那类公司 下星期就已经非常忙了 首先星期的话就有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财报非常重要 虽然他们CEO在上一个星期 已经说了嘛三季度的一个消费 比起上一年的话 是增长了10% 那么比JPMorgan的一个14% 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仍然显示消费的话 是非常的强劲 但是他们那个财报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一个10%的一个增长 到底是消费在哪里 到底是在食品上面 还是油价上面 还是在复苏相关上面 好吧 所以美国银行的一个财报非常重要 然后那这周末 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下 摩根斯丹利 他们发的一个财报 星期上星就他们发的 那摩根斯丹利和JPMorgan 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这两家公司虽然都是银行 但是去看结果的话 那JPMorgan比预期要高 摩根斯丹利比市场的预期要低 那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摩根斯丹利 他们的业务 主要是和和IB和投行啊 和股票的一些交易 和债券上的一些交易是相关的 那所以投行的业务非常低迷 然后股市的一个交易也非常低迷 就导致了他们这一季度的财报 不如市场的一个预期 摩根斯丹利 他们也有一个利差的一个收入 但是他们这一个净利差的一个收入 比起JPMorgan来说的话是差了很多 而且占营收的一个占比 和JPMorgan的话也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加息的周期 整个经济的周期 对于每一家银行来说 他影响也是不一样 那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据说在一个加息的一个节奏之中 对于所有银行股的话 都是一个利好 并不是这样 然后星期二 那么高盛的一个财报 JNJ的一个财报 然后奈飞还有 united airline 美联行 奈飞的一个财报 上星期我有和大家分享过一条新闻 他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就会推出 那比现在更加低一档带广告的 那一栏会员 那我相信他们这一季度的财报 所有的一个焦点 应该都会围绕在这个问题上面 那最主要的是 那如果年底之前就推出的话 那对于整个2023年 奈飞的一个top line和border line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这可能是市场比较乐意见到 那我觉得如果奈飞在这一块 做的比较好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法 那么然后美联行的一个财报 基本上就可以 那对整个复苏行业 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引 那从上星期 那delta airline 他们所释放出来一个讯息去看 那整体市场的一个复苏 需求仍然是比较强劲的 然后星期三 就是阿斯麦和特斯拉的一个财报 那么这两家公司 我就今天的话我就先不展开 那等到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稍微去对这两家公司的一个 上一季度财报做一下回顾 然后对这一季度财报的话 那去做一下展望 特斯拉其实有很多一些国内 国外博主都跟特斯拉 那主要我就帮大家做一下总结 然后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一些看法 那么然后星期四 其实也很精彩 snap的一个财报 那千万不要小看snap的财报 因为在过去两个季度里面 每一次snap发完财报之后 基本上直接把谷歌带奔 然后把meta带奔 把pinterest带奔 那只要snap发完财报之后 那所有和广告业务相关的那类公司 全部被他们带奔 而且这个带奔的幅度并不小 那这一次会不会带奔 我并不知道 那但是从我和大家分享的 我后台油管的一些数据去看 那三季度比起二季度来说的话 有一点点差 但是并没有差的非常多 那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两组做空数据 那第一组的话是散户的一个做空数据 这张图其实在推特上也是疯传 那我相信关注推特小伙伴 应该看到过这张图 里面两条线上面这一条线 标普500的一个走势 下面这一条线 它是一个port call的一个ratio 那就是做空期权比上做多期权 这条线如果越高的话 代表整个市场里面越看空 越低的话 就代表整个市场里面越看多 那而且蓝色这条线的话 它代表的是retail trade 它代表的是散户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 从最新的一组数据去看散户的 这一个做空期权比上做多期权的话 这个倍数已经来到了三倍 这一个倍数其实比2008年的话都要高 那所以这一组数据其实是显示的散户 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看空这个故事 那同时那我带大家经常看的是 那对冲基金他们空头的一个仓位 那同样的蓝色是标普500 那白色这条线就是对冲基金的一个空头 或者他们一个多头仓位 那如果白色这条线在虚线之下的话 那就代表对冲基金是净做空 在这条虚线之上的话 那就代表对冲基金的话是净做多 那所以比较明显的两个趋势是 那从6月中旬开始标普500是在上涨 但是对冲基金那个空头仓位 其实是在增多 然后从8月中旬标普500开始下跌的时候 他们的空头仓位就开始慢慢开始平仓 那所以显示白色这条线就往上空头仓位减少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个10月的话 那其实空头仓位的话稍微增加了一点点 那么而整个10月的股市其实并没有跌多少 也并没有涨多少 基本是横盘 虽然这两组数据并不是一个直接可以对比的一组数据 因为我们一个讲的是future 另外一个讲的是期权 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散户在当下的一个市场其实是比较恐慌的 也反映在他们一个现金仓位里面 散户的现金仓位 今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在增加 从结果去看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结果 那么因为止入的话一直在破形地 但是如果从对冲基金的这个角度去看 那他们的一个空头仓位 其实和股市的话是相反 股市在涨 那么他们就增加空头仓位 股市在跌的话就稍微平掉一点空头仓位 那么所以前面我们看到 散户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恐慌 买了很多的port option 所以也不敢加仓 那也没有关系 现在针对美国的小伙伴 只需要开户且入金2000美金的话 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富足摸摸帮我们加仓啊 入金100的话 可以对应5股免费的股票 那同时还有一个活动 如果说现在入金5000美金的话 那么在这15股免费股票的基础上 还会加一股免费的亚马逊的股票 并且这一个活动是不单单针对新客户 也针对老客户 那对于富足摸摸的那些老客户 如果有这一个加仓需求的话 那可以考虑下参与这一个活动 因为毕竟那如果一样要充值的话 那顺便去耗一股亚马逊也是很像的 好吧 感兴趣的小伙伴在我视频的描述里面 可以获得那开户的连接 和更多的详细的内容 那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Bowler 那他在星期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看一下Bowler到底还是不是那么硬盘 那这边我主要想说三点 那首先第一点 那自然而然很多人都比较关心 12月份的话到底加息的一个节奏是多少 那11月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那其实在出CPI数据之前 我就和大家说 我说在CPI数据之前的这一个星期 从美联储那些成员的一个发言来看 那么他们基本上不会关心这一次CPI数据是多少 那么因为他们下一次加息的一个节奏 已经非常的明确和确定 那么然后12月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概率的话 12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在65% 那么已经比一个星期前的话高了非常多 那所以Bowler说了什么 他说现在去考虑12月份加息多少 仍然是维持过早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话是喜欢front low 那就是在11月份12月份加息的越多越好 而不要把这个加息的节奏放到以后 所以那么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美联储带着市场去走呢 还是市场带着美联储去走 那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有65%的人帮美联储去pricing 75个基点的这个概率 而美联储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水推舟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虽然Bowler说现在去讨论12月份的加息节奏 仍然是维持过早 但是我觉得12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 仍然是非常高 因为市场已经帮美联储去做了这件事情 美联储没有必要去和现在的市场反着去做 因为市场如果已经pricing75个基点 美联储突然笨出来说 我怎么只加息50个基点那等于是自己打自己脸了 那么市场觉得你们非常鹰派 你们告诉我你们非常鸽派 这绝对不是美联储所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市场等于是架着美联储在走 所以在这一个关系里面 到底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 还真的非常难判断 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是Bowler 他说他是一个 bullish case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是 明年我们将把隔夜率维持在一定的一个位置 然后明年如果通胀开始慢慢下降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然后最后一段他说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 通胀的话有可能会去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如果通胀去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他说我们必须要对这一个现象的话做出一个反应 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把隔夜率加到比现在更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第三点有人问了他美元 对于波拉来说他说 现在美元那个强势 他说我并不惊讶 但是他说美元那个强势 不可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 那么一旦等美联储把通胀压制住 或者看到通胀开始慢慢开始往下降 然后与此同时 其他的世界上的一些央行改变他们的一个政策 变得更加鹰派的话 我们就可能看到美元的话拐头 所以他的意思也是说 现在美元那个强势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上的一个差距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 美元可能会拐头的一个点应该是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 当然这个前提是通胀不再进行反复 通胀慢慢的开始下降 那么因为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美联储的这个隔夜率就会加到 暂时来说的一个顶峰 他们不会再往上加了 也就意味着暂时来说 美联储的一个鹰派要走到了一个尽头 而与此同时 如果其他的央行他们变得更加鹰派的话 其实对于美元下跌来说 他是有一个推力在那边 那所以各国央行在那货币政策上和美联储的一个差距 那是导致了这一次美元强势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高盛又在搞什么样子 高盛今天又发话了 那他们说现在标普500指数仍然非常的昂贵 那但是他们在美国的话已经看到了一些便宜货 那这个便宜货到底在哪呢 从他们那个角度他们觉得便宜货的话 在一些周期性股票和一些小型股 那主要这边还是有分了 他说和小盘股是有关 但是这一些小盘股都是要产生现金流 然后肯定是一些价值股 包括这些盈利增长比较好的一些个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图里的这个标志用的是罗素3000 然后两条线 那么第一条淡蓝色这条线是罗素3000里面 非盈利的那些公司 现在还没有赚钱 然后深蓝色这条线是已经盈利的这些公司 他用的这个multiple是EV除以一个sales 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ps ratio price除以sales 就是一个市值去除以它的一个销售 这边看的主要是EV enterprise value 公司的一个企业价值 这个值的话在雅虎finance里面 每一家公司我们都可以找到 如果我们从EV除以sales 这个multiple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已经赚钱的在罗素3000里面 这类公司他们的一个平均 multiple的话是在两倍 而我们去看00年当初的时候 这个multiple也就是在1.9倍 所以高盛想通过这张图去表明 其实现在在罗素3000里面 一部分的一些价值股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兴利了 为什么我说它是价值股 因为在罗素3000里面 很多的一些科技股 他们现在是不赚钱的 然后就让我想起来 有一张图 我有几个月没有和大家分享 就是标普400 500 600 他们的一个FORP 向前看的一个市盈率 从这张图我们去看 白色是标普500 蓝色的话是400 然后红色的话是600 分别代表是大盘股 中盘股和小盘股 所以从他们的一个估值去看 他们的FORP去看的话 其实无论是中盘股也好 小盘股也好 现在已经比00年 01年的时候都要低了 并且和2020年3月份的时候 也可以相媲美 唯一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的一个底部是 蓝色这条线 标普400中盘股 从FORP这个角度去看 08年当初的时候更低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如果我们去看 Multiple去看 向前看的一个市盈率的话 中盘股和小盘股 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合理的区间 甚至是在一个低估的区间之内了 但是无论是一只个股也好 还是一个指数 我们要去看它未来一年的一个价格 或者一个目标价的话 我们单单有一个FORP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向前看的一个EPS 向前看的一个美股收益 而如果我们去看美股收益的话 无论是标普500 400还是600 现在从最高点都没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 这其实也是整个市场现在在等 等什么 等有一个EPS上面的一个修复 所以这就取决于 大家到底觉得接下去美国的经济 会进入一个软着陆 还是说硬着陆 还是黑天鹅 如果出现一个黑天鹅的话 以前我大家看过 比如说2020年3月份 黑天鹅事件出来的话 从EPS这个角度去看 从最高点往下修30%是比较正常的 而如果只是一个软着陆的话 从最高点往下修10%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熊市和以前的话不一样 因为以前基本上是有一个事件进来之后 EPS和PE的话是同时杀 而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是市场先把Multiple的话 先往下杀 先把PE往下杀 PE杀完之后 市场突然意识消费者的话 仍然非常强劲 所以仍然把整个实体经济的话拖在那边 那就直接导致了 EPS的修正幅度并没有非常大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美联储 继续鹰派的一个态度下去 经济的话它是一定会下调 只是什么时候下调 这个时间点现在来说 我们不能非常确定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深度 到底是下调10%20还是30 这一个深度的话 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去猜测 这完全取决于接下去 我们到底是软着路硬着路还是黑天鹅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从PE这个角度去看 市场其实已经杀得非常厉害 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是杀完了 特别是在中小盘股这边 接下去市场还没有做调整的 其实是在EPS上面 而这一个EPS会不会做 做调整我的一个看法是 大概率它是一定要做调整 那么因为美联储 那他们需要去压制通胀 那就等于需要去压制工资的一个上涨 间接其实他们就是要让经济放缓 那么那经济放缓的话 EPS一定会回调 好吧 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睡前养生点赞的好习惯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